所以只能說一句運動還運動 一句說話人 基本上可以用八個字用這群人 就是死者發達 頭腦簡單 大家好,我是Jer 相信大家都知道 最近的北京冬季外會已經正式開始了 小弟我昨天也有拍影片 去討論北京冬季外會 有興趣的觀眾也可以看一條影片 留意一下冬季外會有多厲害 今天我講的題目都是跟北京冬季外會有關 說說之前 明明台灣的選手黃毓庭在IG出帖 當時我被發現他穿著中國隊的衣服 正因為他正來台灣網民的批評 而且也有人質疑他是台灣出賽還是中國出賽 好了,我想跟大家簡單說 究竟一件事的報應如何呢? 還有我想對著這件事跟大家說 究竟這位台灣選手黃毓庭在這件事上犯了什麼錯誤呢? 說完影片開始前 如果喜歡的影片按LIKE,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LIKE,記得按LIKE,記得按LIKE,記得按LIKE 如果你想找到這件事,不妨有VLOG 那我們立即開始吧! 首先,很簡單跟大家說說一件事的報應如何 還說在2002年1月23日 一位台灣選手黃毓庭在IG出帖 大家看到當時穿了一件紅黑色的衣服 而在他的胸口位置更加出現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圖 再加上在他的大腿旁邊更加印有CHN字眼 所以在中華人民上的各種因素之下 就被一群台灣網民批評他根本是穿了中國隊的衣服 他拍一張照片 其中一位台灣網民在他的帖文中留言質疑 這件衣服?難道是找到財庫密碼嗎? 當時的確引來台灣選手黃毓庭親自回風 當中解釋到 說:「哎呀,好可惜啊,找不到你所提供的財庫密碼 但這件衣服其實是我之前一個很好的中國朋友送給我的家 從一回憶也簡單跟大家交代了 究竟這件衣服是怎麼來的?」 但這個解釋 很明顯還未平息台灣網民的情緒 再到2020年2月3日 一位台灣選手黃毓庭出帖文說 我已經移除相關的影片 收到太多目標的留言和私信 運動歸運動 在運動間內我們沒有找過席 但一場下都是好朋友 雖然冬季運動在台灣不熱門 但還有其他中華隊的選手參賽 希望大家都不要忘記為他們加油 你不要說那麼多啦,你收嘴啦 其他東西我自會頂奪 當我被發帖了之後 對呀,你沒猜錯 都是依然平復不到台灣網民心目中的憤怒 收皮啦 整件小杯大概就是這樣 接下來想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這件事上台灣選手黃毓庭有什麼問題呢? 事先聲明 我翻譯過台灣選手黃毓庭以往的比賽表現 都是相當出色的 而我接著來的言論 就只是想針對他在這件事上的問題 而不是質疑他在運動方面的專業 OK? 首先第一個問題 最明顯就是從事上 都可以看到台灣選手黃毓庭的政治敏感度太低 可能他貴人善為或長期專注在運動方面的發展 所以就沒什麼時間去理會近年兩岸關係的變化 我告訴大家 根據聯合部2021年最新的兩岸關係年度大調查顯示 大家都可以看到兩岸關係是趨向緊張的局勢 分開社會方面、經貿方面、政治方面、軍事方面、外交方面 其實兩岸之間的關係都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優勢 再加上就是對台灣民眾近年來對中共政府的印象 越來越差 所以在現時兩岸關係這麼緊張的情況下 但你條紮頭偏偏在這個時候 還要是自己本身代表台灣出錯 也居然穿著中國隊的衣服拍張照? 你是不是犯賤? 是嗎?你自己說是不是犯賤? 即是如果你只是一個普通人 穿著中國隊的衣服拍張照 其實是不是有什麼大問題? 可能你真的很容易愛中國吧? 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喂!阿姐!你是台灣的選手嘛! 你代表台灣出賽今次的冬季運會嘛! 即是一個重點是一名台灣的選手居然穿著中國隊的衣服! Hello!爸爸!究竟你想代表中國隊出賽? 還是台灣出賽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 這位台灣選手黃康廷曾經推出了一個報告 解釋 運動是沒有國籍之分 大家之下都可以做好朋友 但其實這句話是偷回概念的 首先大家要明白 為什麼這麼多人一直都習慣運動 無分國界、無分界限 其實這句話的真正意思就是 無論你是什麼國籍、種族、甚至什麼身份都好 你依然都有一個平等的權力去參與運動 但在這件事上 為什麼我會說它是偷回概念呢? 因為你為台灣選手今次來參與運動比賽 而不是簡單參與一號運動嘛! 了解不了解? 情況就像你學校參加了一些班制比賽 你可能也代表1A班、1B班、1C班比賽嘛! 又或者像你這次參與一個國際性的比賽 這樣便會有國籍之分 A是代表英國、B是代表美國 所以如果真的按照台灣選手的邏輯的話 我可能就不用分那麼多國家隊了 一個世界隊就完成了 所以你作為一個運動員 連一個運動沒有分過 這句話都不清楚 我之前又說一句 你回家睡覺吧,帥哥 你老母子掛念你 第三個問題就是 這位台灣選手曾經說了一句 運動歸運動 似乎希望大家不要將事情過分政治化 其他我想說的就是 運動本身 尤其是國際性的運動比賽 一定會少過政治的啦 閉嘴吧! 你不相信嗎? 1936年柏林奧運 有多個國家的猶太藥運動員 進行杯葛 抗議得國納稅政府種族其少的問題 這些就是政治 1980年莫斯科奧運 蘇聯成為了第一名共產主義國家舉辦奧運 但在舉辦奧運前 蘇聯曾經出兵攻打亞國 最終遭到美國、加拿大、西德、日本、阿根廷、中國、彈大國家抵制奧運會 我想說這些又不是精資 1984年洛杉磯奧運 蘇聯正正因為四年前 遭到多個西方國家抵制奧運會 所以當時他們都聯同東歐多個國家一起抵制美國這次奧運會 我想說這些又不需要精資 所以根據過往的奧運 大家也看到 運動不一向與政治性相關 什麼春夜叫做運動還運動 睡覺醒了嗎? 阿圓那些我不說 近一點 2021年東京王會開幕典禮期間 當台灣隊進場的時候 中國網絡直播平台騰訊直居贏 突然突然插播了一個體育的棟篤 我想問這些人不需要政治 為何偏偏停了台灣隊進場那一幕? 為何要針對我? 你不要說停播了 台灣參加的奧運會要用到中華台北四個字 就已經與四字有關了 為何不叫中華民國?為何不叫台灣? 拜託你用你的屎筆想想吧 所以說得一句運動還運動 一句說話人 基本上可以用八字字用這群人 就是死真發達 頭腦簡單 講到轉用 之後看過這件事 其實只是簡簡單的事 其實一位台灣選手居然可以將風波蔓延到現在 其實你也挺厲害的 在千動民眾仇運方面 現在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你之後只會有兩條路可以選擇 要是你直接進入中國大陸 甚至是往後代表中國出賽 要是你做一些比這件事更激烈的行為 去突顯你是一個真正的台灣人 即是如果你贏了一場比賽時就大叫台灣加油 甚至是當著大家的面子去撕爛你那件中國的衣服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使你的運動方面有多出色 這件事依然不會得到台灣人的尊重 最後不知道大家的意思是吧 歡迎收看觀眾的影片 歡迎留言和分享 那麼多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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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如果有什麼東西可以投資 我都知道了 所以今天我特意為大家推介一個APP 叫做微牛 微牛其實是一個簡單的方便 投資APP 寫著是零用金 零平台費 甚至是零會員費 雖然說 由新的用戶 是可以享有新年限時優惠 希望你經過的專屬連結 下載微牛APP 完成開戶 在60日內維持10000港幣 全部只買一筆美股的話 就可以立刻拿走價值1000元的美股 也就是說免費送1000元給你 所以 你還不立刻下載原則開會呢? 知道我們的香港政府 由早前不斷獵殺香港的野磚 到現在 簡直是大屠殺2000多隻的瘡場 那你就可以知道 現在香港的文明是輸入